那如果你想做一个视频让它非常有流量的话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它急剧高反差 那什么叫急剧高反差呢 我们来看一个 再来一个 大家看这两个视频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那这个是怎么做出来呢 那我们用到了一个技术叫做混员Custom 翻译过来我们叫混员定制 那通过这个页面上你看到很多的例子啊 比方说这个美女在画一个狗是吧 这个帅哥呢在展示乐视的一个薯片 那你是不是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叫根据物体 或者叫根据元素来生成视频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这个就有点low了啊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呢 叫做多模态驱动的这个定制化的视频生成模型 大家是听我今天的声音比较怪啊 因为这个嗓子的确是很不舒服啊 所以说呢你就凑合着听 那所以说呢 它不单单是一个主体到视频 它是一个什么叫多模态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例子 其实叫做音频驱动这个视频 当然用处有很多 比方说这种营销视频 我们可以听一个 看这儿个美女啊 非常的漂亮 宝子看这里 这款口红显色高 气质瞬间提升 是不是效果非常的棒啊 那这儿还有一个 宝子们造型精美的蛋糕 颜值口味双再现 那当然除了音频之外呢 还有视频的 这儿有很多的例子 看一下 把帽子也换掉了 是吧 把视频里边的这个玩偶给换掉了 包括这个也非常的棒 把这个古风美女的这个衣服给他换掉了 那这个呢 是把这个人物给换掉了 是吧 那所以说呢 它除了可以根据图像来生成视频之外呢 还可以根据音频文字和视频来生成视频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多模态驱动的视频生成技术 所以说观点上呢 一定要对 我在Running Hub上呢 也勾建了对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它在Conf UI里边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用到的这个扩展呢 依然来自于K神 大家会发现它在昨天呢 做了一版更新 点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实力工作流里边 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大家看一下 叫会员V6 Custom Testing 01.JSON 那么大家把这个啊 放到你的Conf UI里边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呢 记得把这个扩展更新到最新版啊 好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原始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 这个效果呢 不是最好的 大家应该用什么 用我优化过的那个工作流 当然我这个优化的不是锦上添花 是彻底解决了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那我会告诉你 我是怎么发现这些问题的 然后又怎么用对应的方案去解决的 让大家知道啊 这个原因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下边呢 我们先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工作流 那工作流在模型加载的部分呢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东西啊 那如果你要用Pouch Compile 或者是这种块交换的话 可以连上 那默认的工作流是连着的 我这没有动啊 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主模型呢 用的是混元V6 Custom 720PFP8格式的 那这个从哪下载呢 那如果你经常去用Cash的这个工作流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就是Cash在报告脸上啊 有对应的这个模型的列表 你找就行了啊 比方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 会员的啊 所以我们点开会员的啊 点开Files and Version 再往下呢 我们看到Custom的模型的是比较多的 第一个是原版的720PBF16的 25个G 太大了是吧 这有这个E3M3的啊 这个格式的 还有这个Scale的 它现在默认选的是Scale的 那我没有详细的去对比 有什么不同 那我这用的也是这个啊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择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不同格式的 你记得这选这个对应的格式就行 另外的话 这我们开了这个Sage Attention 这是Ve的加载 这个Ve呢 一定要用这个K神的那个Ve啊 别用官方的那个 因为有很多K神的工作流 这儿是可以混用的 但是在这儿不行啊 就只能这样用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是怎么驱动生成视频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儿有一个图片 然后呢 把它Resize一下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设置 它这儿是896乘以512啊 然后他会把它呢 设置成这样一个格式 然后这个图片会经过这个节点 叫会员VideoIncode 其实呢 是把它编码到了这个什么 浅空间 然后呢 然后把它连到我们这个Conditioning Latent这个输入项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儿还有一个 作为Inbide连过来 是连到这个婚姻员Vid Inbide 它这儿用了这个LM的视觉模型 然后呢 进行编码 然后用了这个文本编码器啊 对提示词进行编码 编完之后 你注意啊 这个类似于文本提示词的这样一个空间呢 它既可以做文本的编码啊 也可以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图片的编码给输入过来 然后生成正向的条件和反向的条件 然后连过来啊 就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完了之后后边就比较简单了啊 而且他这儿没用提Cache 我不知道是不是效果不太好啊 我这儿也没有用 然后呢 我们进行解码 然后做了一个拼件 方便大家去对比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效果 看我输了一个美女的图片 那我的提示词是 是什么呢 是这个美女啊 正在和这个熊猫打拳击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其实还是非常棒的 是吧 人物的一致性保持在还是挺好的啊 那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啊 然后我又测了一个 我上传了一个美女 然后让她骑老虎 是吧 所以说那是Redding Tiger 然后我就会发现啊 就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怪 然后呢 我就做了一系列的测试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测试的内容 这个就比较有价值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儿呢 这个美女图片没有任何问题 我把它设置成了一个树板的 4800832 然后呢 我写的提示词是 女孩正在吃早饭 然后呢 我们去看这个效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整个的环境是没有变的 所以说呢 我的脑子里突然会觉得 就是这个图片啊 它整体的环境会对最终 生成的效果呢 有影响 所以说呢 我就进一步做了一个测试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边这个工作流 还是这张图片 那我把提示词变成了什么呢 说女孩正坐在餐厅里吃早餐 我们看生成的效果 她的确是坐在里边 然后吃早餐 但是这个环境并不是餐厅 这个女孩的效果呢 也非常的漂亮啊 一致性保持的也非常好 所以说你会发现 你这个参考图里边的背景 对最终生成视频的这个效果 影响是很大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工作流呢 做了一下升级 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处理过之后的图片呢 进行了一下去背啊 就去除背景 变成这个样子 同样的提示词 女孩坐在餐厅里吃早餐 然后你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动感好像也多了很多 效果就会更漂亮啊 然后呢 我就进一步做了其他的一些测试啊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虚拟式穿 这是一个衣服啊 然后呢 我这个提示词写的是 一个人啊 正坐在桌子前边 然后正在讲话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非常具有喜感 一致性也很好啊 让我突然想到了某一个喜剧片 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服饰的话 是一个典型的汉服物对吧 你会发现他整个的表现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地方可以用中文的啊 我上一个能够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是吧 可以用中文的 然后呢 我又测了一个更奇怪的服饰啊 你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太监的这个服饰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盛程的效果 我这个提示词稍微变了一下啊 变成了一个人啊 没有写他是男女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好说是男女啊 你可以发现是不是也挺好啊 盛程的感觉跟他这个身份也比较契合啊 那说点题外话啊 那当我上传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注意我那脑子里边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想到的是如果我去翻译字幕的话 因为我每个视频都要翻译字幕啊 这个太监这个他咋翻译啊 就是待会翻译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着重注意一下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的参考图片去背之后效果会更好 另外呢 我还做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测试 就是中间的一些彩蛋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黑神画无空的图片 然后我想说一个猴子在和他对打 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他对这种特别的装束啊 或者金箍棒这样的东西 他可能是不理解的啊 所以说呢 出来的效果就比较怪 这也有一个啊 我写的是一个猴子和一个怪物在打 反正挺有意思 但是这两个也能说明 他的这种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确是很棒 这是我们说的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 也是我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发现 但是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工作流呢 是一个阉割版的 对吧 你会发现他只能传什么 一张参考图 然后呢 只能进行这种图片到视频的驱动生成 那如果你去看这个Custom 那你会发现啊 他其实可以生成的方式很多 既可以是图片 也可以是N张图片 也可以是音频 也可以是视频啊 下面呢 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技术本身 那他可以有效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呢 就是身份一致性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有一个一致性的引擎 可以保证人物的高保真 第二 时间一致性 就是可以解决之前出现的这种画面抖动 或身份丢失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无飘移的音频啊 可以保证这个口型和这个声音是完全能对上的啊 另外的话呢 就是基于视频的这种编辑可以用视频作为输入员 然后替换这个背景啊 甚至一些主体啊 是这样的一些功能啊 然后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呢 主要有这样几个模块 第一个呢 就是基于这个LIOVA的文本图像融合模块 那这个模块的话呢 主要是增强模型对于图像和文本的理解 将图像当中的这个身份信息有效的融入到文文描述当中啊 那所以说呢 是增加了叫文本和图像的这个理解能力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图像身份增强模块啊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轴拼接图像信息啊 利用视频模型的这个时间建模能力 可以增强视频当中主体身份的一致性 所以说呢 这个也可以保证啊 身份不丢失 另外还有一个模块叫什么 叫AudioNet模块 是专门为这个音频设计的 那通过这种空间交叉注意力 实现分层的对齐 那有效的呢 对多级深层次的这种音频特征呢 进行特征提取 然后把它注入到这个什么视频当中去 后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视频注入模块 当然你注意啊 会员Custom 就是会员定制 它虽然有很多强大的功能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 它依托于会员VIO 借助了它的能力 它可以用在很多的场景 比方广告和营销 虚拟失穿和电子商务 教育和培训 视频编辑和制作 甚至游戏和元宇宙 或者是AI的MV 或者叫歌唱替身 甚至呢 就是音频驱动的一些人类动画 包括这个一致性的什么 故事的生成 这个都可以做的比较好啊 所以说讲到这儿 最终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我们其实只在ConfUI里边附现了 它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的功能啊 大家如果硬件允许的话呢 建议把这个模型的给它装上去啊 但是装的话呢 给你说一下这个硬件的这个要求啊 它要求呢 80G显存啊 最低呢 24G 但是速度非常的慢啊 所以说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是吧 大家呢 看你个人的情况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你还没说到什么呢 对我呀 让你平民地的